今天河北中南的优质重建一起来开箱这间位于北区国强街的大地平透天 走咯 进门就看到前院可作为小孩活动空间或者停车 一楼客厅宽敞明亮 这么多人聚在这看起来也不会拥挤 继续往下探索 厕所与楼梯位于正中央 厨房位于最里面 超大空间可合并餐厅使用 一个大家庭聚在一起吃饭不是问题 旁边就是后院 空间狭长 可停多台车 门外零路宽5米 路边可停三台车 前后两院空间多 看你喜欢怎么用 附近生活机能方便 靠近情景影城跟太原火车站 道中有百货 一中间都不用十分钟 学区涵盖国小到大学 十一住行 娱乐 全都包办 来到一楼厕所 这个花转浴缸透露着满满的古早味 历经40年以上的风雨 跨越时代的变迁 和这栋房子一样 迄今毅力不扬 二楼总共有三个房间 最小的这间也有大坪树 设置家具跟装潢 都有比较大的规划空间 走到底看到一间厕所 同时连接走廊跟隔壁卧室 这间自带阳台 采光通风都很好 循着风吹来的方向 打开落地窗 呼吸新鲜空气 这个动具刚刚好 不会有压迫感 还可以蹲轻木铃 跟隔壁打个招呼 接下来看一下预测 里面有两扇窗 通风又干爽 空间也很大 洗澡不会碍手碍脚 比较麻烦的是 每次上厕所都要关两扇门 否则风险自负 接下来最后一间 我们离开双门式厕所 穿越时空长廊 在那对面发现闪耀的光芒 超大的利用空间 以及三面采光 阳光洒落 追寻光的方向 期待着一个幸运 和一个冲击 多么奇妙的际遇 翻越过房间窗景 看层层楼梯 绿光在哪里 原来在顶楼 满地的绿光 等着你光临 顶楼的两侧 都有可使用的大空间 绝佳的饰演 让你一览海中 最繁华的地区 在一个悠闲的午后 享受平刻的宁静吧 今天的物件 哪个地方 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